Hello 大家好 我是PicoAid 今天要來拍一個教學影片 今天教學影片是有關於軟體教學的影片 那我之前有拍過就是說 如何去辨識這個YouTube的影片 他是所謂的是AVC1 還是VP9 甚至於AV1的那種編碼器 那我那時候有講過就是說 我們要如何去 讓你的1080P 達到這個所謂的 VP9的效果 然後那時候是教你們是用假2K的方式 但是那個方式是不太推薦 因為那個方式是 因為你用2K去看的話你會發現 畫面 有點模糊很明顯 因為畢竟是我們是用 1080P的素材去擴大 擴大解析 那一定會 更明顯的模糊 那就是會 建議就是說你的 本身的硬體配置 如果可以達到 2K的素材 甚至於4K的素材的話 盡量就是用那種方式去 做影片 會效果比較好 呈現出來的1080P的效果也會比較好 那我那時候有 認為說 AV1是有條件的 其實我也到現在還是有點不太清楚 它的條件是什麼定義 因為 基本上 AV1的這個 編碼器要如果去呈現效果也是要建議 在說你的軟體 有沒有支援 AV1的這個 編碼器 或者是 你的硬體設備有沒有 錄製 錄製出來是不是 AV1的編碼器 因為這個東西 我還要 呃 就是一直做測試才可以知道 怎麼去正確的用出AV1的效果 那今天要教的是說 因為我在那部影片拍完之後 我還有一直在測試說 因為我有就是 就是有看到人家是1080P的影片 他可以呈現出 VP9的效果 的編碼器 我就一直在想怎麼去解決這個問題 那那我有看過很多 盡量去看很多教學 甚至於爬文 就沒有一個 正確的教法 每個人的教法都是說 都是跟我 拍的那個影片的教法 其實都是差不多就是 把你的影片 擴大 就可以達到這個效果 但是這種東西 可能就是說 我們今天設備不足的人 就是要花錢嘛 對不對 那為什麼那些 有些1080P就可以打出這個效果 他們 他們就是沒有 也不用花錢 就是他們 在設定方面 有設定對 在可能軟體方面 有設定對 然後就可以導出這個效果 那我就一直反覆的 測試測試 因為那時候是用 Sony Vegas 我還沒有 弄PR 那我在用Sony Vegas 的時候我一直測測測 哇 結果被我測出來 我就知道 這個方式是100%可以得出這個 所謂的 VP9的 編碼器效果 那這個效果 雖然打出來了 Timeout 負面的效果 有 但是負面的效果其實 影響不大 變成說 我們創作者要自己去 手動調整 因為每個人調整的方式 的方式都 對比的 畫面會不一樣 可以自己去自動去調 那我那時候 呈現出來說 seventeen 因為每個人調整得 這個方式的方式都 那個對比的畫面會不會不一樣 可以自己自動去調 那我那時候 我开始教PR,因为我之前前阵子电脑重灌 那时候重灌的时候,我早就已经开始换PR的这个软体了 用Sony Vicas的人 也是一样,就是我今天教的东西 地方 就找那个相关的相关字 去做 对应的设定 就可以 让你们的1080p的影片做出 弄出所谓的VP09的编码器效果 OK,那我们接下来就是在你们这个 装案的部分 找你们的1080p的 解析度的影片 我们就先找到了,找到这个我们就先来 点下,就是装案哦,找装案就好了 我们就点下右键,然后 找那个序列设置 按下去 那我们要改的部分就是在哪里呢 在颜色部分 颜色部分呢 我看了很多教学都是说 用709 但是我又尝试去照他们的方式去弄 但是弄出来结果就是 怎么去上传影片都还是一样 只有ABC1的那个很差的编码器的画质 这边就直接在 如果你今天是 如果我们今天的原影片的素材有到2K 或4K的话 我们就保持709就好了 那我们今天做1080p的一定要调 那我们也要调什么 调成 REC 2100HLG 在Sony Vigas也是一样 找出这个 这个关键字就好了 那我们现在呈现的是 2100HLG 我们可以仔细看那个画面 它的差异差在哪里 我们先把它换回预设置的 REC 709 它呈现这样 OK我们就按确定就对 OK你们会发现它原本的709是颜色可能比较亮 比较鲜艳一点点 好 然后我们再把它换回来 OK 换回来之后你们再仔细看 会变比较稍微暗有点淡 稍微有点暗有点淡 那没有关系我们在 PR的上面右上角这边 Sony Vigas 也是有那个调色盘的东西 一样我们就到颜色的地方 去调颜色 这边就有很多 让你们继续调 那在PR部分这边有一些范例 脸下的一些 可以去看看 这个虽然有点颜色会比较 比较显眼但是暗的地方很暗 那这个就变成说 在看的人呢 没不能接受 你们自己去 评估 或者你们自己手动去调整也可以 那这边有一个自动 你也可以按自动 点选这个 影片 然后按自动它就会自己去 调色 调色好之后它这边呈现数据 调色好了 呈现出来的数据如果你可以接受 你就这样子这样进行编辑 如果不能接受你就按重刺 然后再 进行调整 那我这边稍微分享我的调整 我的调整 当我弄出来之后呢 我的调整只有调整 曝光度而已 我只有调整 我那时候只有拉到1而已 不要拉太高 就1你们自己 那个想法去拉 我建议在0到1之间 然后自己去摄取 这是最简单的方式 因为还调那些色彩 我不太 我不太会去调 如果会调的人 就可以欢迎分享如何去调 让它变成也是像 REEC 709的那个 色彩空间 现在下的部分 还有另外一个重点 因为我这个 这边教的原因是说 因为这边 一定要用这样子程序去做编辑 因为 你导出去 也是要用这个 格式 来我们用导出这边 一样 导出色彩空间 它预设也是709 记得这边要改 改成2100HLG 然后 这边呈现的预览就是你刚刚那边工作的编辑的那个颜色效果 所以说就是在那个部分要稍微自己再调整 OK那这边导出 设定好 这边就是只要设定这个就好了 然后导出去 然后你们再把你们的1080P影片上传到YouTube 让它在后台进行 编码 好那编码完之后呢 你们就可以在后台 先可以预览 先预览了之后呢 你们就可以马上看那个统计资料 打开来 然后再看你们的那个是不是1080P 打开来之后再去看 这边统计资料 基本上 它编一完整 完整编一完之后 基本上你的编码器就一定会呈现这样 VP09 然后颜色就呈现这样 OK 那就恭喜你打开了所谓的VP9的这个 那个 编码器 就会让你的影片呈现会比较好看 所以说比较麻烦的部分就是我说了 在这个色调部分 要自己去调 调一个 适合的 颜色画面呈现出来 OK那今天这个教学影片就是如此的这么的简单 那就 欢迎 按赞分享 好 我们就下一部影片见了 Bye Bye